哈囉 馬西克 街頭魔術秀 今天要來見證奇蹟的人就是他 冠達來了 這什麼嗎 扶克牌 這是扇子 好不好 用天氣 聊聊 大家需要消息 舒服 這什麼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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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扇子 好難喔 你們會洗牌嗎 簡單啊 好 那你幫我洗牌 等一下... 你洗那支牌 好吧 這就是正常的 雖然有點我的口水 有沒有 看一下 其實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沒有關係 今天要變成這個魔術 跟能量的關係 能量 好 總算跟科學有一點關係 滿好的 沒有 今天我有把無形的東西 換化為有形 讓大家清楚看到能量的轉換 跟釋放 真的假的 我想看 我想看 去哪裡 找一些現場的路人 跟我們一起體驗能量的釋放 好 Visa 往那邊人多 走 那邊 看那兩桌好了 就是在喝飲料啊 那這交給你 麻煩你幫我邀請他們 可不可以跟我們參與 最有親和力啊 要參與 想要一起參與我們的魔術嘛 可以嗎 拜託 可以 那我們要怎麼樣 今天這個魔術的主題呢 跟玻璃有關 玻璃 這個嗎 對 然後因為這邊有兩個玻璃杯嘛 那看你們要選哪一個給我 那是少的啊 少一點好了 你可以幫我把它喝完嗎 真的 要喝紅茶乾杯啦 好… 真的 謝謝你喔 好 莫麻煩你 我希望它是一個乾淨的玻璃杯 那我們直接就跟店家借 不是比較快 沒有要好 可以嗎… 好不好 沒有這邊有衛生紙 連外申紙也要跟人家借 對… 擦乾淨 衛生… 我要慢慢兩位可不可以站起來 好…因為我們需要近距離 我們需要一張小一點的 這邊好了 這個是那個 愛心… 他會愛心喔 對… 對… 我們先檢查一下玻璃杯 要怎麼檢查玻璃杯 這是他們剛剛桌上的這個叉子 對 敲敲看 玻璃杯 清脆的聲音 玻璃杯 紮實的 來 幫我敲敲看 小力一點喔 敲破就沒了 敲破沒有關係 你就待會再喝那一杯就可以 好…可以嗎 好…確定一下 正常的 好…接下來呢 我需要呢 我把這個發票的聲音 放進去看看 正常的玻璃杯 沒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把它放到桌子上這樣 好… 倒過來放 好… 比較特別 因為它這樣子角度會比較… 比較好 清楚一點 為了避免 待會兒我們有任何的人 會去碰到這個玻璃杯 對 我拿一個四面都 紮實的一個玻璃 照住 把它照住 放起來 那就沒有人放得到 好… 我剛剛說我們今天要變什麼 這個叫做 對 什麼東西最容易導電或導能量這件事情 導能量 導能量 金屬 我以為是 電線都是金屬做的 跟塑膠啊 一些木頭比起來 金屬是最容易的 所以 我希望我們把所有人的能量 放到這個上 有沒有 像我這樣摩擦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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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 好…儲存一點能量 這樣就有了 這樣就它的能量了 摩擦 用力… 比較用力… 用力… 好 好 接下來我把剋叉子呢 放到呢 就是兩名的 就是… 能量的時刻 就靠近了 沒有 它就會動 1 2 3 天啊 它破掉了 不會這樣 比一把人家飛石到破了 不要陪店家 但是你怎麼辦到的 很神奇耶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來… 來… 注意一下 小心 不要很小心喔 小朋友在家裡千萬不能學 不能學… 非常危險 大家都不能學… 大家都不能學… 這樣就好 這麼快 完美的術品 完美… 完美 這個就交給你們 好危險喔 不好意思啊 我想知道為什麼 我也滿想知道為什麼的 你會再告訴我們嗎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呢 平常小朋友在家裡玩的 太危險了 所以待會兒我會教大家 另外一個魔術 是你是高音能量釋放的 而且是小朋友在家裡 就可以玩的玻璃 好 沒關係 意思就是這個不能說 對 達成協議 好 我到了那麼一大圈 你就… 螢幕了然就好 太好了 我想說我包裝得很好 真是沒有想到 釋放能量的魔術 竟然是如此的讓人震驚 冠達表示接下來登場的魔術 也是非常讓人驚奇的喔 冠達常常有不能說的秘密 現在要來做的這件事情 總該是可以公布的秘密了吧 可以 看一下這是什麼 沙子 沙子 動力沙 這是一般我們在廚房 小朋友都可以找到 就叫皮膠粉 聞到味道 我喜歡… 你不要滑我這裡 他喜歡… 你聞… 好香喔 不能太近聞 要不然你會比他強 好 這邊有一盆水 對 我先把這胡椒粉撒一些 這個水上面 你來接住嗎 有 有 你要煮湯是不是 對啊 你口味也太重了 我說過我們今天要做的 這段玻璃有關的 這個魔術叫什麼呢 叫做 有料室吧 有料室吧 什麼意思呢 這些胡椒呢 現在要散佈在這水的上面 對 我希望你們很麻煩你們 每個人都會能用 食指 人的全身能量 它是可以集中在某一點 釋放出來的 放到裡面看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狀況 不知道 看你們的能量 不知道嗎 好 你先吃吃看 我的能量 醋肉 沾得滿手都是胡椒粉 我成功了嗎 沒有成功 不是要這個效果 你是能量釋放 不是吸收能量 你知道它要什麼 來… 來… 這個吧 不是 它到底要什麼 再來… 再來… 想一個不一樣不一樣的 一指神功 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 我沒有吸到任何的胡椒粉 因為它都把它攪散了 都在我這兒 馬上要不一樣 馬上要不一樣 馬上因為這個魔術 我需要很均勻的 所以我需要再一點胡椒粉 真的是非常抱歉 由於這個魔術 必須要在胡椒水均勻分布的情況下 才能夠進行 所以我們暫停一下 重新準備一盆胡椒水 你們剛剛問我做一件事情 叫做摩擦 改變分子的結構 我們都好會 試試看 好 摩擦完之後 手上面有任何的東西 要把手輕輕的放到這個胡椒水 1 2 3 為什麼 為什麼 天啊 瞬間散開 奇怪了 好厲害喔 能量的釋放 真的假的 我再試一次 它的石子有能量 這裡好了 前面 不行啊 你的石子沒有能量 只有它的 我這個真的搞不懂為什麼而已 但它剛好答應我們 它要跟我們講為什麼 對 你要跟我們解釋 真的假的 那趕快來看一下 這科學的原理是什麼咧 魔術師汁水可以用一根手指頭 就讓胡椒粉散開呢 這是因為魔術師在手指頭上面 首先塗了肥皂水 那這個肥皂呢 會破壞水面的表面張力 所以表面張力會比較小 這個胡椒粉就會被 杯子周圍的比較大的 表面張力吸走 所以會造成這個效果